馬安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瞬間漢毒贏環節 我世榮今晚星期五晚又和大家見面 記住今天這個不是最後節目 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 還有賽馬怪談鬼上身 都會繼續和大家見面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歡迎按右邊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在這個節目中 我會和大家用這個堅仔賽馬APP 大家都可以下載來玩玩 選擇一些同場曾經贏過的馬匹 一直用筆記功能提醒大家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3T場次五班千二米 挺複雜的 看看有沒有馬曾經贏過 我們按白露城勢這隻馬 亦都見到在統計資料 他跑過一次沒有贏過 所以就沒有給他心心 至於葵聰精英又不同 雖然五班馬 都幾準的 這個路程 曾經贏過一次 給他一個黃色心心 獵狐張者也贏過這次 一樣了 給他一個黃色心心 劍在九天暫時都是處女馬 都未贏過 但都可以留意 開心一號這隻馬都開始近 但都未贏過 不用給他住 馬神好運也是處女馬 這場處女馬比較多 行運拼圖 甚至乎揚名冠著 挺手精神後面都未贏過 天天智庫也上名都未試過 至於後面這隻曾經贏過的龍鳳呈牆 七歲馬大家可能不忘了 有機會黎海榮冷門都會走進來 後面還有威力氣 淘汰邊緣 平山新星雖然未贏過 也算上名 喜有形也是 三甲都未上過 通常贏過的馬只有三次 只有三隻 亦都贏過這些路程 大家選馬的時候 都不妨選三隻 贏過這個路程 亦都是 沒有其他馬是贏過 但未贏過這個路程 五班千二 所以這場馬 當然不會這三隻 又包辦三甲 所以很多時 一些曾經上過名近的 可能都會倒入冷腳 這場爆冷機會 會相對地比較大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還有這個 賽馬怪談鬼上身 記得繼續收看 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手邊 立四星龍珠訂閱 我們稍後繼續再見 拜拜 請大家